能量飽滿的青龍椒 加上豆豉辣椒蝦去炒 下飯又好吃 也是自助餐菜色的常客之一 但就有民眾朋友抱怨 自助餐選好菜 去櫃台結賬 店員拿起夾子 翻開青龍椒說 你這裡面有小魚乾 要另外加收五塊錢 原因竟然是 小魚乾要算一道菜的錢 消費者抱怨 難道高麗菜炒紅蘿蔔 紅蘿蔔也要算錢嗎 蘿蔔乾炒蛋 蘿蔔乾或蛋 也要另外算錢嗎 這本來就是一個 不太公開的產業 就是這種銷售方法 你賢貴你就不要買 它是十五塊一份而已 你在那邊跟它大小生 這家平價自助餐 炒青龍椒定價一瓶吃十塊 但當天加了小魚乾下去炒 不管有沒有夾到 都要算十五塊 爆出消費爭議 老闆私下表示 以後再也不放小魚乾下去炒了 我是以菜色來計價 趁狀的話 可能也會有誤差的問題 一斤一成本是一百多塊以上 消費者在購買之前 就應該要有清楚的揭露 那造成消費糾紛的話 就應該要釐清楚說 內容物到底是怎樣的計價方式 菜色標價不明 店員算帳解釋不清 引起庞大誤會 還造成消費者觀感差 消保官說 避免糾紛最好方式 就是問清楚在家 比較保險 記者楊申彭妃 台中采訪不到 去允糧最好的 去免糧 Najpier